班杰在去年12月宣布老婆怀孕的喜讯 也在14日母亲节当天开心宣布 女儿顺利出生的好消息 老婆在水中生产两个小时 班杰也全程都在一旁陪产支持 跟亲自帮女儿减期待 而且因为听说胎盘是珍贵中药材 因此特别把胎盘留下带回家亲自料理 帮老婆补身体 直见影片中可以看到夫妻一起品尝胎盘 老婆吃了一口惊讶透露 口感不像豆腐软烂 也没有压血有嚼劲 比较像黏土 班杰则认为里面口感跟压血很像 但有一点黏土口感 不过两人都觉得没有腥味 而老婆又接着吃了另外一块 有带膜的胎盘 并开心表示这比较好吃 因为脆脆的 影片曝光后 也让粉丝纷纷惊呼没想到胎盘 真的可以吃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